hello 大家好 我是马尔斯州 欢迎亲戚的视频 本期是第38期 咱们接下来的任务是1991年版本的 General Hawk 好的 General Hawk是霍克将军 那么这个是我小时候非常梦寐以求 想得到的玩具 因为我的第一款载具的话 是禅室战机 那么根据这个绘画的话 我一直以为那个驾驶是我们的General Hawk 其实不是 那么现在知道的话 那个驾驶的话应该是这个topside的成员 好 那么这个载具的话 我们的后面还会介绍 General Hawk这是一个1991年的玩具 那么他是霍克将军 那么他的话也是成长之路的话 也是很坎坷 他是在1982年的时候的话 已经出现了一个老板人物 当时的话是这个General Flag Flag将军作为这个将军的职位 那么这个将军的话 也是在后方进行督导 我们知道在漫画书第19回的时候 这个General Flag 是被这个Major Blood 布拉德上校所杀掉 这个布拉德上校 他要去逃出监狱的时候的话 正巧碰到这个General Flag 结果就一枪把他杀掉了 那么当大家出席这个General Flag葬礼的时候的话 这个杨树特带也是派这个Rettler 这个战机来攻击特种部队 那么当时的话是两个新出现的成员 一个是公爵 一个是蓝鹿虎 把这个飞机打下来 那么这也是这个两位成员出场的精彩秀 好 那么这个人物的话 其实在82年的时候就有一个玩具出现 那么这是一个第一版的玩具 那么第二版的时候的话 他还是叫Hawk 是1986年版本 那么直到1991年的时候的话 他才成为了我们这个General Hawk 就是这个霍克将军 那么这个版本的话呢 是这个飞行器版本的一个第一个版本 那么同一年也是在1991年的时候 还出现了一个这个版本的General Hawk 那后面的话是带一个可以发声的 这么一个叫做Talking Battlefield General Hawk 那么这可以理解为是第二个版本 那么另外的话呢 在93年的时候呢 还出现了一个游记版本 这是一个异色的版本 好 那么General Hawk的里面呢 第三个版本是这个版本 另外呢 如果大家如果考虑这个印度版本呢 像这个Fan School的话也有一个非常好玩的配色 所以说的话呢 General Hawk这个头衔的话呢 一共是有四个版本 这个飞行器版本的话呢 一共是有两个颜色的 或者说加印度版本的三个颜色的不同配色 好 那么这个人物的话呢 作为这个飞行器的这个形象出现的时候呢 是在第116回卖号书里面 那么它呢是以这个飞行器战斗服的形式来出现 好 这个人物在东方漂亮的出场的话呢 是在Deek & Mate里面的第17集里面出场 那么那回合的话呢也是我们这个General Hawk带领大家呢 进行一个作战 那么它呢也是有非常精彩的演出 好 那么其中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章 也就是我们的演势指挥官 他呢卧底成为一个脱口秀演员 进入特朗部队里面 那么结果反响很成功啊 就是他的这个搞笑功底是很深的 那后来的话呢 他也是想就是专心从事这个脱口秀这个演出啊 那么当时南京夫人的话也在问他 难道你不想征服世界了吗 你想要笑声来征服世界吗 那么南京夫人的话也是让这个脱血演员呢 去劝劝我们这个指挥官不要让他去就是再说这个脱口秀了 好 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章节 好 那这个人物的话呢是霍克将军General Hawk 那么这个版本的话呢是这个飞行器的一个作战铠甲版本 好 待会儿我们来看细节 我们现在看一下人物呢 人物卡就是人物的记得信息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人物卡 我们看一下他的代号Colname是General Hawk 是霍克将军 那么Hawk的话其实是鹰的意思 我们是有这个鹰派和鸽派 那么他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强悍的一个人物 他是一个鹰派 好 那么他是G.I. Joe的commander 他是G.I. Joe的这个指挥 好 他在真面的话呢 叫做Abernazy Clayton 他的出生地的话呢是Denver Clorado 是Clorado之后的这个丹佛 那这个地方 通常来讲的话 一个指挥官应该是在整个队伍的最后面进行一个指挥 好 那么但是呢 当这个战士非常的一个紧急的时候 那么当一些紧急情况出现的时候 比如像这个特征部队 那么作为前线指挥的话呢 应该在前面去督导 并且要在一秒钟之内的话呢 做出一个准确的指示 好 那么他的飞行背包 加上一个沟通的头盔的话呢 使得也使得Hawk可以侦察敌情 并且的话呢 可以做出及时的这个前线的沟通 好 这个地方 有些将军的话呢 通常会站出来做一个演讲 然后跟你说的话呢 去前线盖掉他们 然后耶 加油 好 那么这也许是你见到他们的最后一面 直到最后的话呢 战争结束 他们出来仿佛很疲惫 然后把这个讲章呢 挂在你的身上 当我们的Hawk把你带到战场的时候的话呢 他总是冲在最前面跟你说 跟着我 我们知道这个 给我冲还是跟我上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状态啊 跟我上的话呢 叫做降有必死之心 事无贪生之念啊 那么我们的Hawk的话呢 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跟着我上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人物本身 好的 那这个人物的形象的话呢 让我们直接可以想象到一个动画片里的角色啊 就是这个Buzz Light Ear 那么这是一个94年95年的动画片啊 他这个形象的话呢 非常像啊 to infinity and beyond 那么大家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DIY成这个Buzz Light Ear的涂装 其实的话呢 也不是很难 那么其实的话呢 这个人物的背包这个的话呢 其实在最早是在84年的时候 就有这样一块眼镜蛇的claw 那么你可以理解为这个背包的话呢 是这个claw的缩小版本 OK 好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 邮寄版放在上面 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啊 好的 那么这个背包的话呢 其实早就有出现 是84年就有出现 那这个背包的话呢 实际是一个比较精华的版本 是一个缩小的版本啊 我们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对比 好的 那么这个的话 感觉更加的精致 而且的话呢 是有一些可动性 那这个载机的话呢 我们后面呢 还会去进行一个测评啊 好的 我们先来看这个 它的飞行器本身 好的 这个飞行器的话呢 是个科巴多非常精细的 这么一个飞行器 我们看一下 其实这个飞行器的话 它这个形状的话呢 应该是取自于 这个F14战斗机啊 就是这个熊猫战斗机啊 这个熊呢 是雌熊的熊啊 叫做Tomcat战斗机 那么这个飞机的话呢 是在70年的时候的话呢 开始试飞 74年的话呢 开始从业 2006年的时候呢 它是退役 而这个飞机的话 它最大的特点的话 就是它可以以2.34码后的速度 进行飞行 就是每小时2800公里左右 那么这个速度的话呢 是民用客机的四倍的速度啊 那我们有一个电影的话呢 是这个Tom哥演的 那么这个电影呢 名字叫做 《壮志凌云 Top Gun》 那么里面的话呢 就是这个F14这个战斗机啊 这个战斗机的话 其实造型非常容易识别 因为它呢 是首先是双座舱 那么双尾翼 那么双引擎 还有这个飞机的翅膀 可以进行调节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酷炫的 这么一个背包 我们来看一下细节部分 首先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进行一个移动 可以进行一个弯折 好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一个枪支的 这么一个细节的刻画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也是一个双尾翼啊 那么应该是从前面 进行一个进气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也是一个双引擎 也是一个小的引擎啊 好的 那么在机翼下面的话呢 是挂着四枚导弹 那么这个导弹的话 可以对空 也可以去对地 好 那么这个导弹的话呢 其实非常容易 跟我们这个 DAS Scorpion的这一枚导弹 进行混淆啊 我们有的时候 去买这个DAS Scorpion的时候 这也是九一年的玩具啊 我们后面的话也会测评啊 有时候买这个玩具的时候的话呢 会碰到 混淆使用这个 General Hawk的导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导弹的话 更加稀有 它只有一枚 而我们General Hawk 其实是有四枚啊 这个导弹的形状呢 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配色是不一样 这个是一个 就暗金锁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黄色的一个导弹 我们后面还要测评这个玩具啊 好的 那么这个背包的话呢 感觉非常的精致 我们可以把它背在人物的后面 好的 就像这样 OK 那么它可以 在战场上进行飞行观察 并且的话呢 通过这个头盔进行一个沟通啊 好 后面的话可以进行弯折过去 那么前面的话就看不见这个翅膀了 好的 我们看第二个配件 好的 第二个配件的话呢 就是这把枪 这把枪的话呢 是大名鼎鼎的 Thompson Machine Gun 这是这个Thompson冲锋枪啊 这把枪为什么大名鼎鼎呢 首先它是一个二战的名枪 那么第二的话呢 这把枪的话呢 在二战之后的话呢 受到警察和芝加哥这个毒枭的喜欢 为什么警察使用这个 因为毒枭使用这把枪啊 好 这把枪的话呢 叫做芝加哥打印机 也叫做芝加哥小提琴 为什么叫做小提琴呢 因为你可以把它藏在小提琴的这个箱子里面啊 这是把非常 科学度很精细的枪啊 非常这个吃惊 有这把枪出现啊 那么上面的话呢 多加了一个瞄准镜啊 当时那个枪的话 其实是不用加瞄准镜的 这是一个非常彪悍的一个匪枪啊 有点像这个AK-47 但它的话呢 是这个Mafia这个黑帮呢 黑手挡必备的把枪 好 这个是一个非常喜欢的那把小枪 好 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这个人物本身了 它这个头盔的话呢 是一个作战头盔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地方的话有一个小细节 这是进行沟通的这么一个话筒的设计 这个盖的话其实是可以把它拿下来的 如果没有这个盖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像这个Buzz Light Ear一样 好 那么可以把它装回去 好 那么感觉的话呢 它在作战的时候 这个头盔的话是可以先向上这样拉上去的 好 这是头盔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日本身 首先的话 这是一个刻画度感觉非常讨喜的这么一个人物 我们知道作为指挥官的话呢 也不能太严肃 对不对 那么感觉是一个很欢乐的这么一个角色 这个地方跟Buzz光年的话也是非常的相似啊 好 那这个地方还戴着一个作战的头罩 这个地方是毅力于头发下来啊 感觉的话呢 是威严中不失这个幽默啊 好 那么胸口部的话呢 是12344枚这个手雷 那么当时也让我误认为 它是这个缠身战机的一个驾驶员 其实不是啊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一个鹰的形状的一个刻画 因为它本身就叫鹰嘛 这个Hawk 这个地方是一个小五胸 这是一个非常有细节度的刻画 那么在动画拍照的话也是一模一样的 好 作战手套 那么身上的话呢 感觉是一个飞行的一个装束 那这个装束的话呢 其实在这个Dick Admitted里面 第一季里面是出现 那么在第二季的话 其实经常出现 它是以这个着装来带领大家进行战斗啊 好 在它的右腿的话呢 是一把手枪的刻画 好 腿部的话呢 是这样一个靴子 它通身的颜色的话呢 感觉非常的好看 这是一个军绿 然后再配上一个这个叫做暗红色 感觉的话呢 是一个军事化的小人 如果你真是把它涂装成这个巴斯光年的话呢 感觉就比较的卡通了啊 那大家可以试一下 可以涂一个巴斯光年再涂一个他的朋友Hoodie啊 好了 我们看有可动性这个人物的话不能进行头部前后移动 只能进行左右移动 因为受到这个地方的一个局限啊 好 手臂的话呢 可以进行旋转 没有问题 可以进行一个小臂的一个弯曲 可以进行一个区臂的运动 好 腰腹部的话呢 可以进行左右的移动 可以进行前后的移动 可以进行一个侧面的一个微摆 好 那么腿部的话可以把它这样抬起来 可以进行一个七开的弯折 好的 我们把这个配件的话呢 给它装在身上 首先的话呢 是这个头盔 好的 然后的话呢 就是这个飞行器了 把它装在这个背后 好的 最后的话呢 就是这个芝加哥打印机 我们把它拿在手上 好的 那么今天测试的任务 他的名字是General Hawk 这个霍克将军 他是一个非常给力的角色 感觉的话呢 设计的话 还是比较偏这个科幻色彩啊 非常像这个巴斯光年 巴斯light ear 好的 那这个玩具的话呢 我觉得如果10分的话呢 可以打一个9.5分 这是一个非常满意的角色 因为我们知道 在这个90年之后的话 其实出的很多角色的话呢 都不是很给力啊 我们知道这个82年到89年呢 是特朗部队的黄金时期 之后的话呢 由于这个动画呢 不是很给力 玩具的话呢 也是跟不上啊 很多的话都是一些 比较奇怪的涂装 而这款玩具的话呢 是一个偏军式化 且接近科幻的一个玩具 非常的满意啊 好了 喜欢今天的视频 欢迎大家点赞 在这边转发 那么可以到评计前期留言 是800期包括所有的小人 和所有的载具800期 好 欢迎大家给我动力 我们下期见 See you next time